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舱内顿时响起警报声 紧接着 逃生舱带着东眠人员迅速脱离太空船 顺着轨道来到了一个名叫狂怒161的行星上 这个行星上只有一座由男性重犯组成的炼迁基地 医疗官克莱门斯救下了浑身油污 运到在海边的瑞普利 而东眠舱中的另外两人和生化人主教均已不幸遇难 监狱长迅速向上级汇报了这个意外 救援小队将在一周后到达 而瑞普利在克莱门斯的照料下也很快苏醒过来 当他得知自己是唯一的存活者后 他执意要去逃生舱看看 结果瑞普利在纽特的东眠舱旁发现了酸血腐蚀的痕迹 深感大事不妙的瑞普利要求解剖纽特的尸体 结果克莱门斯在打开纽特的胸腔后 却未发现任何异常 瑞普利松了一口气 而瑞普利不知道的是 当纽特和海克斯的尸体被抛下熔炉以绝后患的时候 一头小异形在监狱屠宰场的牛市中破胸而出 盘山穴部状地逃走了 为了避免在一堆男性罪犯中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瑞普利剔了头发 却发现根本没有减少囚犯们对自己的关注度 而克莱门斯也对神秘的瑞普利充满了好奇 他想要知道瑞普利的秘密 瑞普利却不想回答 就在这时 在通风馆工作的犯人莫菲却意外地发现了异形 但他被异形的酸血喷到 痛苦地滚入了旋转的大风扇 被打成了碎块 之后克莱门斯在检查意外现场时 发现了一个被腐蚀出来的异形洞 这和他在纽特冬眠舱旁看到的痕迹一模一样 他追问瑞普利 这到底是什么 瑞普利告诉克莱门斯 想要搞懂这一切 必须问生化人 主教 随后在克莱门斯的指点下 瑞普利来到了垃圾场 搬找到了残缺不全的主教 当他扛着主教准备回去时 却被那些邪念冲昏头脑的囚犯 用武力拦下来 准备施暴 幸亏狄伦及时赶到 救下了瑞普利 惊魂未定的瑞普利回到卧室 为主教通了电 他询问主教 太空舱上是否有异形 主教告诉他 异形一直与他们在一起 就在这时 在隧道里检查设备的三名囚犯 又被异形出奇不异的袭击了 只有一个精神疯癫的傻子逃了出来 这个傻子嚷嚷着 一条大龙杀了另外两人 监狱长却不相信他所说的话 知道那傻子并非说谎的瑞普利 找到了监狱长 告诉了他关于异形的一切 并希望能够拿到武器防卫起来 但监狱长却说 这里除了几把砍刀以外 没有任何高科技的武器 绝望的瑞普利 被监狱长重新送回了医疗室 与克兰蒙斯待在一起 等待着救援队的到来 而这时 瑞普利的身体也开始出现不适 就在他接受克兰蒙斯注射药物时 帘子背后出现了异形骇人的身形 克兰蒙斯被异形残忍地杀害 瑞普利惊吓地跌坐在地上 这时 异形来到了瑞普利面前 确定的瑞普利赶紧逃到大厅 警告众人 异形来了 而监狱长却粗鲁地否认了瑞普利的说法 就在这时 异形从天而降带走了他 留下了一地的血迹 惊慌失措的囚犯们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们要求知道这一切的瑞普利出主意 考虑到这里没有什么武器可以使用 瑞普利决定给通道刷上易燃物 点燃后用火将异形逼至 密不透风的核废料石关起来 计划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然而 一个囚犯却被异形袭击弄丢了助燃器 瞬间 熊熊大火点燃了整个通道 带走了十多人的生命 囚犯们因为这次意外更加暴躁绝望了 同时 身体不适感越来越严重的瑞普利前往东眠舱 在监狱长助手85的协助下扫描自己 他发现 自己的身体里也有一个小异形 而且还是异形女皇 知道放异形出去 就是死路一条的瑞普利 让85发出信号撤回救生船 却被想要生存的85拒绝了 此时 上集也收到了东眠舱里的扫描资料 紧急医疗小组将在两小时内到达 他们要求85将隔离瑞普利中尉 作为第一优先等级 而此时的瑞普利只身前往异形所在地 希望和异形同归于尽 但异形却不杀死他 走投无路的瑞普利想让狄伦杀了他 狄伦拒绝了 他要求瑞普利和自己也一起杀死异形 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之后 他才会帮助瑞普利实现愿望 随后 狄伦和瑞普利告诉囚犯们 接着没有武器的囚犯们拿着燃烧弹 以自己的生命做幼儿 将异形引至模具的方向 同时也因为接二连三的意外 一个接一个的被杀死 最终 狄伦假装挟持了瑞普利 保护女皇心切的异形愤怒的尖叫着追了上去 来到了模具中 狄伦留下来做幼儿 让瑞普利爬了上去 沸腾的铅水倾泻而下 将异形和异形封存在模具里 但求生欲望强烈的异形 却从滚烫的铅水中跳了出来 和瑞普利在半空中上演了一场追逐大戏 最终 瑞普利打开了冷却水开关 全身滚烫的异形 被从天而降的冷却水浇了个满头 直接抱成了渣 这时 巴伍也将紧急医疗小组带到这里 主教的创造者博士出现了 他告诉瑞普利 只要瑞普利跟他们回到飞船上 就可以帮助瑞普利取出异形女皇 但瑞普利知道 他们会留下一形女皇所研究 将会有更多无辜的人死去 深思熟虑后的瑞普利 拉上了他们之间的铁丝网 在唯一幸存的囚犯的帮助下 操纵的仪器 缓缓地滑上了熔炉上空 这时 医疗人员射伤了囚犯 察觉到不对劲的巴伍 也从背后袭击了博士 却被救援小队当场射杀身亡 接着 在博士深思历劫的呼喊中 瑞普利以优美的姿势向后仰去 掉进了滚烫的熔炉之中 与寄生体内的异形女皇同归于尽 瑞普利与一行三次斗智斗勇的战斗 在这一刻 终于迎来了结局